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14日美国多州民众汇聚华府 举行挺川普呼吁追究大选作弊的大游行 尽管美国左媒大多拒绝报道 但社交媒体上有关视频热传 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天 开始举行的活动包括 女性支持川普集会和停止偷窃大游行等 抗议人士对11月3日美国大选中 存在的涉嫌欺诈指称表示支持 支持川普的集会开始前 川普总统乘坐的车队 沿宾夕法尼亚大到行驶 川普在车内向道路两侧的 数百民众微笑并挥手致意 川普在前一天发出的推文中说 令人感动地看到所有那些巨大的支持 尤其是全国各地爆发的 有组织的集会 据报道 周六当天美国多个城市 星期六纷纷举行了类似支持川普的抗议活动 美国大选至今尘埃未定 乔治亚州正进行总统选票的重新计票 政治战略家Newsmax电视台评论员 迪克·莫里斯13日却指出 这一过程不是假象 骗举和操纵 据报道 在接受采访时 莫里斯表示 监票员离桌子很远 他们根本看不到选票 他们不允许检查信封 很多应该被扔掉的邮寄选票 最终没有被扔掉 莫里斯对此直言 这是一个骗局 骗局和骗局 我做了民调 我确信川普赢得了选举 同时 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大卫·谢弗 发推文表示 每十张桌子使用一个宣票监视器 他12日曾要求一对一的比例 但是要求被拒绝了 他们允许不信人数的监票员 但他们必须保持在黄色胶带以外 据美联社13日报道 川普总统指出选举存在欺诈行为 乔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 为该州选举官员的工作辩护 并表示审计不太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必须注意拉芬斯珀格称 这不是重新计票 而是选举后的审计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重新计票通常发生在 选举结果的差额非常小的情况下 而选举后的审计是例行公式 只是各州用来确保计票的设备和程序运作正常 有分析称 川普团队这次或许又被忽悠了 基于大量报道揭示 选举系统涉嫌舞弊 9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13日致信司法部长巴尔 要求他调查选举设备的硬件和软件系统 媒体报道 一些奇怪的异常现象和小故障 导致川普总统的选票或者被丢弃 或者被转换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是在许多州发生的现象 他们在信中提到 希望巴尔审查这些关于 2020大选系统中软件和硬件问题的报道 目前美国一流的数学家 计算机专家和统计学家 在分析全国的选举数据时发现了异常现象 这些异常现象跟报道中提到的 选票被转换或删除正好吻合 有些地方的选举官员立刻说 这是因为软件出了故障或机票人员出错 但是报道显示或另有内情 议员们最后建议 让美国人民对选举系统重建信心的最好方法 是保持透明 保持选举过程中的诚信 他们要求司法部调查广泛的涉嫌海外软件和硬件的系统性作弊 国家如此分裂 美国人民需要知道政府正在倾听他们的声音 优先保障透明和公正的选举 蚂蚁集团挂牌上市喊停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此事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下令 而日经新闻在报道此事时则指出 这仅仅只是北京当局近年来 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控制的一点迹象而已 仅仅今年以来 中国已有51间私人企业被国有化 远多于往年 据报道 习近平之下的中共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控制 其中一招就是投入资本 有些是趁着业务受到疫情冲击的时候 也有些是战略上重要的企业 包含半导体 风电 制药等领域 例如一当由政府支持的基金 就在早前取得了中芯国际60%以上的股权 报道指出 事实上就算没有多数股权 但这类的合约中 仍会让中共支持的资本拥有更大比重的表决权 至于应对像蚂蚁集团这样的巨无霸 采用的手段则包含加强监管 或是进而直接封杀上市计划等 由于中共近年来打压私人企业已造成影响 2010年时 中国上市企业的股本报酬率为13% 到2019年仅仅剩7% 报道特别指出 在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 衰退的尤其明显 11月13日 习近平在江苏省扬州市考察时 来到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当局在现场安排了许多群众演员和习近平见面互动 虽然明知道都是安排好的演员和场景 但习近平表演得很投入 而网友则表达了对这种表演的厌恶 官媒发布的照片显示 所有的群众演员早早就被官方安排好 虽然都是特地挑选的群众演员 但身着黑衣的保镖都不敢怠慢 站在排列整齐的群众前 死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视频显示 习近平和随行官员走向前来和群众见面 但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在挥手向群众打招呼 可能意思是其他官员没有资格在这里扮演任何角色 只是陪衬 习近平走近时其中一个人喊 总书记好 然后其他的群众演员们几乎同时高喊 此起彼伏的 其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高声喊 习也也好 这下习近平抓住机会发挥了一把 我发现这个小家伙的声音最大 声音洪亮 网友纷纷留言 官托不行啊 朝鲜小金遇到的群众 那可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他一个人玩私人定制 只要花自己的钱不伤大雅 但整个中国一起陪他玩 而且一帮胡鹏狗友 献媚从中捞好处 那就是刺绝坟墓 当地时间14日凌晨时分 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分属好友 绰号钱多多的内地富豪及慈善家 钱锋雷与其助理离开 湾仔会展黄巢会时 突然被三枚刀手埋伏袭击 据港媒报道 43岁的钱锋雷双脚手掌军中刀 他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直至当天中午仍进行手术 至于前的48岁助理方渊 脸部及背部身中树刀 目前情况危怠 另外 今早90曲 警方反黑组探员重返黄巢会调查 案件暂未有人被捕 据该报道说 警员接报道场调查 暂未有人被捕 警方正追击三名涉案男子 他们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及黑色长裤 戴黑色口罩 前中共工薪部长 现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辽维罕进14日承认 中国已经走出了人口红利期 不但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 出生率不增繁减 且2022年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人口红利已经衰退甚至消失的说法 虽然早已被学者 媒体及民众屡屡提起 但中共官方一直不愿公开承认 苗维的说法是已知的中共高官中 罕见承认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一人 第十一届财新峰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苗维在出席峰会时表示 由于出生率下滑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出现极大变化 2010到2019年 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已从74.5%下降到70.7% 且青少年人口比重巨降 但老年人口比重却大增 相比之下 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 人口比重高达18.1% 到2022年前后 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 中国虽自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 不但没有带来生育高峰 出生人口反而逐年下降 有机构预测 中国2050年的劳动力规模 将相较2019年大幅萎缩23% 美国 中国以及其他G20成员国 13日就为受疫情打击难以偿占的 贫穷国家减占首次达成一致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首次被纳入减占框架 美国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北京在减债方面的执行情况 据报道 赞比亚当天已表示将不会在周五期线前 偿还到期的欧洲债券的票据支付 赞比亚因此成为大流行时期 全球首个主权债务违约国 由于全球疫情的规模和许多低收入国家 沉重债务的脆弱性和不断恶化的前景 20国集团的财政官员们认为 除了冻结6月底到期的官方债务 这些国家还需要更多的帮助 路透社报道 美方官员表示 这个协议第一次将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债权国 纳入协调的债务重组进程 华盛顿方面将会密切关注 这些国家的减债执行情况 数据显示 中共当局近年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债权国 北京对外贷款额占G20总贷款额的63%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波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